这一节呢,咱们讲一讲平原龙,平原龙的点学方法,熏龙点学方法 平原龙,也就是平阳龙,它名字上很多,也叫平地龙,平串龙 它那名就是,反正就是平原龙,一马平串的地方就叫平原 也就是平原龙,也叫平阳龙 平原龙的点学方法,熏龙点学的方法是比较简单的 以前我也说过,咱们学这个熏龙点学 首先要必须学会,善地龙的点学,熏龙点学方法 因为善地龙的点学方法非常非常的浮雅,非常难 如果咱们把善地龙的熏龙点学方法这个理论学会了 平原龙的熏龙点学方法,无功自破 自己就学会了 你只要把善地龙的熏龙点学方法学会了 那么平原龙自言而言的就会了 今天为什么要讲平原龙的熏龙点学方法呢 就是咱们网友很多居住在平原地区 他没见到过山地龙 所以对这个平原龙的点学方法一筹莫展 不知道怎么下手,无处下手,无从下手 就要求我讲一讲 因为没学过风水这个熏龙点学方法 他对这个熏龙点学方法根本一瞧不通,不明白 就要求我自己讲一讲 今天就用一节课的思想讲一讲这个平原龙的点学方法 平原龙的点学方法细实是很简的,也没有啥说的 和山地龙是一样的,咱们学会山地龙,平原龙自言而归了 今天用一节课的时间讲一讲这个平原龙的点学方法 首先要明确,怎么去熏龙 这个龙如平算的,它销声匿迹了,看不着 就是一马平算,你怎么看是平的 风水理论上不有这么一句话吗 高于寸畏龙,地一寸就畏水 高于寸畏龙,地一寸畏龙,畏水 这句话就是在揭秘这个平原龙 你怎么样去熏龙,根据这一句风水理论这一句话 就把这个平原龙,这个谜团就给解开了 前进南球,平窜一队 平窜窜的一个小古宝 你山地龙再怎么强大,再怎么搞 你不如平窜的一个小分队 就这个意思,这个平队不要求大 就是几十平方就够用 这叫阴阳结合,平原的一个古处 就为一平串平地为阳 阴阳结合死为阳 这就达到了风水理论的要求了 千金,什么叫千金 就是千两黄金南买平原的一个小分队 平原一个小古宝 就这个意思 这叫风水理论 几句话就把平原龙说得淋漓尽 淋漓尽致了 就这个道理 平原龙没有什么难的 难就难得善地龙 善地龙是千变万化的 以前也讲过 龙鹿平酸是被他自然已经驯化了 他剩下一点煞气都没有了 为什么咱们在平原的藏里坟 为什么有很多很多除了凶事了 那是怎么造成的 那就是上了龙脉了 上了龙脉,你把龙收上了,他肯定要反抗 咱们就像动物似的 咱们去比方这个狗和猫 你如果去打他的话 他要自卫 又是咬你又是恼你 就这个道理 龙收上了才要反抗 就这个意思造成了凶事的来临 为什么平原中有不少人家藏坟 他除了凶事了 好事没出来,除了凶事 怎么造成的 就是你藏在这个上龙 收上的龙上了 为了避免 咱藏到这个,在平原地区咱们网友 为了避免藏在这个收上的龙上 咱们自己家装祖坟的时候 尽量要离这个村庄远一点 为什么要离村庄远一点 就是这个房子上龙 因为一马拼转 高一村喂龙,第一村就喂水了 看不出来哪是龙脉 哪是低瓦,哪是高的地方 都是一马拼转的 就是,为什么要把自己祖坟要远离村庄 咱们的目的就是要躲开这个收上的龙 有村庄的地方 都是搞各种建筑啊,取土啊,挖豪啊 把龙造成,造成了龙的收上 如果你在房前五号,在南方 很多很多的,阴阳宅会的混聚 阴阳结合,阴阳混聚 阳宅的旁边就是阴宅 这种吧,在善地龙有情可原 能看到龙脉,收没收上 那么在平窜呢 他看不出来收没收上 咱们能村庄,在村庄障藏坟呢 就要远离村庄障藏坟 的目的就是远离这个收上的龙 龙收上呢,他必然要反抗 反抗他又给咱们带来了凶 不好的事,就是这个意思 村庄都是取土啊,挖豪啊,搞建筑 都把这个龙脉整收上了 咱们如果帐上祖坟呢,他肯定带来的风水效应就不好了 有很多很多,网友问我啊,都是 除事都除在,这个坟离村庄派基地 龙脉收上了,导致了风水效应 没有一个好的风水效应 杨宅他差呀,杨宅总是差 杨宅,杨宅他以那个开阔 结不结地气无所谓了,一马拼转 杨宅他差,龙脉收点上,无所谓 这个印在就不行了,他在地下呀 龙收上,直接对他影响啊 对啊,他在地下接受的是地气啊 咱接受的是,阳气是太阳的能量 那么印在接受的那个地气是 印性的能量啊,地下的地气 所以龙脉受上,直接对焚造成了不灵影响 他出现的风水效应就是一个凶的 就是一个凶的风水效应啊 产生一个非常的凶的一个那个磁波吧 就这个意思,这个风就像一个遥控器 这个风水好,他就遥控咱们家就好 风水不好,他就遥控咱们家就老出事儿 就是这个道路,这个风,这个 印在的风水效应就像一个电视遥控器 他就是遥控作用 他产生,就看他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不耳 产生吉祥的不耳,咱们就吉祥如意 就这个道理啊 这个平原有,水产药处是震结 你看啊,这个水在平原这么缓的走的 这么走的,水缓药的这个地方肯定高 不高,不高的话他就过水了 一马平洋了,对不对? 哎,那么点一下就往这点,点一下 看水,他怎么又能看着水那个地方 以水立像嘛,立个好像 这叫玉带水,水环药是出的 只要是出水环药的地方都是大街 高管后路啊,人才两望啊 什么好事都遇到了 有水这么循环,有水这么循环 那就是,水这样循环,从右边来 哎,那是369宣发了 哎,369宣得好,进的楼台宣得月嘛 就是369宣发,水从左边来要是起宣发 水,还有一个,两边互一支水 都是往这来的水,水居名堂 哎,369258同时爆发 哎,就这个道理啊,这种水是,369 这不骗行了,369258 要是起同时爆啊,阴才两望 这么,这么护卫之水来了,居在冥堂了 哎,帮帮,这个是十全十美的啊 这些少差点,这个才是真正的十全十美 还有一个,就是两边护卫之水来了 护卫之水来了,护卫就在冥堂,然后就居水走了 哎,这个也是不出的水啊 还有一个,逆水局 水到冥堂,然后凤叉,护卫 这训练在这了,逆水局来采快 来采特快,就是这个意思,来采快啊 逆水局来采快 这个孙水局呢,有点,就是,你挣一百块钱 能,能需要花掉你六十块钱,哎,它容易散财 但是,也是凤水保利 咱看平原咯,怎么,从高处,坐飞机上看啊 咱们坐飞机上看,从高处看,就看这个水啊 还来还去,还来还去,还来还去 就看,就在它水还要处的嘛 在这个地方点雪,这个地方点雪,这个地方点雪 这个地方点雪,这个地方点雪,这个地方点雪 这些地方都可以点雪 哪个地方秀气,点气秀嘛 找它那个秀气点好看的地方会封水 最好最好的那个地吧 这把水还要处的嘛 这也是一条河,或者是大家这么还要嘛 哎,平原地吧 就是看水,哎,平原也有汉绿龙 汉绿龙就是,哎,前景南球平原一鼓了 哎,就平原那个鼓处 就看到那个地方鼓处一个,一个小宝,哎 能明显地看那个鼓处处处处 那比千两黄金还正贵 咱们把祖坟坐在那点上去发客了 如果在水居民场,前方有个水潭 那就妥了,大富翁都是你家的 哎,富翁,富翁,富翁 银钱两万,要钱有钱,要什么有什么 要管又管了,那就是什么都好了 汉绿龙就是看不到谁,看不到谁 哎,随便立个像,立个好像就可以发客 哎,平原龙因为他没有煞气了 他就不容易出雄狮 所谓的出雄狮都是咱把坟 藏在这个村庄里福建爱的房子 因为爱的房子吧,挖水豪啊,是挖这个挖那个 造成龙脉收上了以后 得他出的雄狮,哎,杨在他没啥事儿 印在他埋在这个祖坟 咱们老祖宗那点骨头埋在地下呢 他自己受这个地气的影响 所以造成了,平原地方有不少人家 出现了很多很多的凶事 就是你离人家太近了 龙脉收上了,你人家远点龙脉不收上 才能四季平啊